下载场 在马来西亚 你不可以不知道的 八大畅销车 有吧 第一就是 Toyota Toyota 海拉克斯 登记载车这么多辆 风田 海拉克拉 Hilux Toyota 属于欧洲最重要的 比考车系列 快不快的风田 过去多年以来 大马留下了好的印象 其实会已经耐用 是消费者们的最爱 第二 不是 老藤 Persona 登记载车有这么多辆 上一代的 Persona 其实是 基于 Gen2 而繁衍成的一款新作 老期在2007年 就已经是面世了 也是Proton 过去20年来其中 销量最好的代表作之一 6 Honda 丰田 Honda 登记载车有这么多辆 本田丰田 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尽管 本田丰田的饭 在国内市场不温不火 但是大马的市场 却是异常的活跃 是本田销量最高的车款 一致让马来西亚 成为本田 在全球市场最火爆的国家 没有之一 第二代开始引进的时候 在第五代 第六代达到了巅峰 6 也就是 丰田 威慈 登记载车有这么多辆 丰田威慈 一直是丰田 在马来西亚最畅销的汽车之一 虽然近期几年 悉力 再畅销大有超过Vios的 显头 但是 10 年内的总销量来看 通范还是略为威慈 目前大马在销售的是第三代的小型改造者 而非是第四代 第四就是 Produire Alza 登记载车有这么多辆 和Axora一样 Alza同样一款的大马国产 MPV 多图用俗的汽车来说 Alza顶着Produire的品牌光环 马来西亚第一本土的品牌 而加上他有一半的日系血统 让他在销售全面碾压Axora 第三就是 宝藤 Saga 登记载车里有这么多辆 宝藤 Saga 是中国吉利车控股的品牌之一 一称为是 阿玛国名车 二代的Saga 随着凭着他借实用的空间 以及实惠的价格和可靠的稳定性 而在大马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是在国内的市场 宝藤也是出口 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向销量不错的哦 第二我们来到了Produa Asia 或者是 又一代的 是叫Viva 登记载车有这么多辆 有着马来西亚最便宜 最新的一款车号的名赛 取代了Viva的作为 Produa家族入门款的车款之一 那么我们来到了第一 就是Produa Myvi 登记载车 这么多辆 就是我们当前无愧的 大马国名车款 不接受反驳 外形设计上第三代的Myvi 自从改造于P2 新进了操刀之后 更符合了本地销售者的审美观念 逆反律和故障率 让Myvi成为了大马第一 现在在大马 再评论先去告诉我 Produa Myvi有什么传说吧